剛煮好熱騰騰的佛跳牆 一小碗食材滿到爆 再搭配紅燒獅子頭 和古早味油飯 佛飯感覺辛苦來吃 我們佛跳牆滿用 連菜糊半桌才能吃到的菜色 也有一人份版本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這碗佛跳牆有豬腳 排骨 炸鳥蛋 芋頭等等 重點配料一樣都沒少 過年的話就佛跳牆 因為他們佛跳牆的料也很多 對 然後也是充滿 就是濃濃的古早味 海中這家餐廳主打個人份 獨享煲湯 像是酸菜豬肚鴨 還加了筍片和杏鮑菇 讓湯頭多了清甜味 另外還有油飯麵線 一組搭配起來 像是一人版本的年菜 一個人的套餐 然後去做享用 因為我們好處是 我們都是一中一中的 其實一個人 就其實可以滿滿足的 農曆春節除夕圍爐 少不了的佛跳牆 也有單人份版本 小家庭想吃也OK 同樣主打一人份的 還有這一家 從蒸籠內拿出佛跳牆 香氣撲筆而來 配料有排骨 竹內臟 鳥蛋還有芋頭 筍子等等 讓人看了 口水直流 這一碗佛跳牆也是一人份 只要銅板價格 吃阿嬤不錯 阿嬤說很貴 阿嬤剛才吃得好 過年吃佛跳牆的東西 是比較適合的 走平價路線的浮跳牆 食材可是一點都不馬虎 許多老饕就愛這一味 吃年菜不用湊到一大桌 一個人也能大口吃好料 記者陳廣睿 王百英 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